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嘉雅 大家好 我是湾区志愿者 阿强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清源 清晰有什麼好東西呢?就是我們蝴蝶灣 濟華園的蝴蝶灣 大家在外圍看看大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環境是非常之舒適的 整個圓林的風格也是一個深中式的風格設計 加了現代的一個中式風格 現在我們前面的就是我們的銷售部 集中心 我就帶大家進去就詳細跟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項目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概況 來到這裡就是一座大城 我們的一個配套設施都非常之豐富 首先我和你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地理位置 首先你看看這個藍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屬於我們濟華園蝴蝶灣的一個位置 我們正處於長龍大道 雙向百車道正中間的位置 這邊的話長龍大道為什麼會命名為長龍大道呢? 其實我們的項目就是距離長龍是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 大家都知道長龍集團在這裡拿了一塊地 投資300億做全中國最大的動植物 新南港園 它是14.4萬方的 也是相當於目前的潘如長龍九倍這麼大 九倍這麼大? 沒錯 未來這個長龍見起來的話 會引入的一個人流 即是旅遊市 我們大概是去到三千萬人次的每一年 我們首先先看自己這個項目 我們世華園蝴蝶灣 其實有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軌道 有兩條軌道在旁邊 這條就是港青輕軌 港青輕軌在2011年就已經開通了 港青輕軌?在廣州上來? 它是由我們清軌市區 再到廣州北站 然後再到白雲機場站 如果是我們最近這個站 就是銀棧站 銀棧站過來我們這個項目 這裡距離人 是的 我想問就是這裡 大概是1.5公里 1.5公里 我們如果是下了這個站 再走回來自己項目的話 大概是10分鐘內就已經到了 即是走路只有10分鐘左右 沒錯 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話 你可以直接轉成這一條 次元浮列車 這個次元浮就是濟華園站 一出站就到自己項目了 這個是一個搏接站 沒錯 次元浮 次浮列車 次浮專線 開了沒有 是今年7月份馬上要開通的 7月份 9月份就正式要試運行的 亦都是港青政府著重開發的這塊地 這個圓浮這條線是怎樣走法的 次浮列車 你看看這個是港青產業園 再到華南府基地這個位置 總長度是38.6公里 38.6公里 它最主要是為了這個 清遠的這個產業 和加這個旅遊的一條動線 亦都是加速和這個港州 港青一體化的一個發展步伐 這條線路其實是否全中國只有三條 第一條是在上海 第二條是設在長沙 第三條是設在我們港青板塊 政府呢 等我開了我都來試一下 是 沒錯 即是說坐到銀站站再轉 再轉成這個次浮 就回到我們自己的項目了 很方便 濟華園站它設了一個站點 出站就已經是遊園了 出站就回來我們自己的項目了 OK OK 好 其實我們來的項目 距離廣州只是 我們是和港青交界處 即是廣州和清遠的一個交界處 所以未來發展這邊也非常之好 廣州後花園 廣州後花園 正式的炮花園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來到廣州花刀雙圈 亦都是去到半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哦 是的 那你除了可以開車 近花刀 最低就是花刀 如果你說去到廣州市中心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 開車 你現在講開交通 我們這些客戶就在香港那邊過來 如果在香港那邊過來 我們這個項目是怎樣走呢 如果在香港過來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坐高鐵的 高鐵很近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高鐵怎樣走呢 如果坐高鐵的情況下 你就去到深圳 即是你在香港過了過來 然後那邊有一個深圳那邊的高鐵站 高鐵站直接直達的了 過半小時就來到我們這個清遠高鐵站這裡 沒有講高鐵站 哦 在深圳坐高鐵就直接去到這個 清遠 清遠的高鐵站 沒有講高鐵 沒有講高鐵 這條線路它是直達直通的 大概是去到一個小時二十分鐘多些 就已經到的了 而高鐵站 你如果是下站再回來我們 濟華園胡蝶灣呢 大概是二十分鐘就到的了 二十分鐘的車程 是二十分鐘的車程 因為這條清廢路 它也是雙向拍車道的 而這邊開通 目前這條路正中間這條路還未開通 如果是今年開通的情況下 這裡到高鐵站也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車程 非常之方便 如果是過來清遠高鐵站 叫步跌跌就很快到的 是的 沒錯 其實等一等兩三個紅路 等五十多二十分鐘 其實那個車位都未坐熱就到了 非常之方便 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路順暢 如果路不順暢 哪方面都沒有用 如果是白雲機場過來的話 即是你坐飛機過來 就更加近了 你可以坐這條廣州東環際承濟線路 即是我們這條承濟線路 然後來到我們這個廣州北站 北站再轉成這個廣青青軌 直接來到我們這個銀沙站 我們這個大概需要花的時間 大概去到三十分鐘左右就已經到了 所以的話其實是非常之方便 路線也是四通八達的 項目的一個總體規格 首先我們所站的位置 這條就是長龍大道 長龍這個項目 旅遊項目是和我們一路資格 你看這邊的動物和植物都在這裏 是的 我看你的圖都是一路資格 在清輝路隔開來就是這條路 是 沒錯 這條是長龍大道 是 長龍大道 因為我們這個圖 因為長龍很大 其實它有史格到這個範圍 都是屬於長龍的 幾個山頭都是屬於長龍的 非常之大 明白明白 你說是鋪魚的九倍嗎 九倍 即是 那現在你看 等於是兩個澳門那麼大 哇 這個長龍 很誇張 澳門大概是八平方公里 就是整個澳門 是的 16平方公里那麼大 即是兩個澳門那麼大 現在我們所站的位置 售樓部就是在這裏 售樓部這裏 未來我們是打造一個商業總部 即是購物中心 在這個位置 即是購物 娛樂 你說市中心 滿足整個購物的一個商場 一生乎所需 還有優閒 優閒 都全部集中在這個位置 整個項目 我們就是一條魚的形狀開發的 看看 就是六十萬方的一個民旅大城 大概是九百畝地 這邊是一個魚頭的部分 這個是魚腹部分 魚尾部分 在這裏 整個項目的配套設施是有什麽呢 首先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超五星級的帆船酒店 帆船酒店 然後延伸過來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溫泉酒店的配套 我們這個屬於一個溫泉的閣院別墅 就是戶帶溫泉 就是一溫泉入戶的 是 沒錯 我們的別墅是溫泉入戶的 花園每家每戶都可以做溫泉事 冬天可以回來泡溫泉 那明天有什麽呢 就是我們這個全國首例的一個水晶湖的戶 這個水晶湖 為什麽叫水晶湖呢 它的水是非常淡淡無窄質的 而且我們是可以達到飲用級別的一個水 這個是活水戶來的 這個它是一個 即是內部是活水 而且我們是通過一個非常高的技術處理的 是一個 即是它是過濾 而且還有一個超升波的一個技術 每天它都會令到這個水 它是波光淋淋的一個感覺 嗯 而我們這個水呢 我們會打造一個海上住駕區的感覺 就是有沙灘 有水可以潮水 可以有水 是的 沒錯 另外我們還是好像這個水晶湖 它就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相陷在我們這個溫泉合院別墅當中 這個就是四平方公尾的一個蝴蝶四翼的河道 這個河道有什麽用呢 我們是隨時除黑作為我們的業主 可以在自己家門口就可以游水 有沙灘和撐皮艇 一直游到這個大湖裏面玩的 游水呢 是的 另外這邊還有沙灘可以玩的 未來這邊會打造一個網紅景點 現在我們進來看的就是一個135方的 這裡進來其實都很傳統的 好像是一個岩關位一樣 沒錯 那這邊進來就是自己的一個慈平園 135的菜多大很多 這個花園就是 好像這個就做了一個巴桌 喜歡喝酒 平時喜歡燒烤 可以約一些朋友回來 聚下餐 反正一點 住朋友回來 不要說是烏煙瘴氣 抽煙或者喝酒 一定有氣味的 在外邊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围炉煮茶 好像有几个闺蜜和朋友围着 我们有没有玩的这些东西 我们平时也有做的 下次也有几个闺蜜一起去聊聊天 真是很舒服的 现在进来其实户型跟刚才我们八一方的大同小异 一样 根本上我看到就是放大了 没错 就是一个放大的模型 它包括无论室外也好或室外也好 都是放大了 没错 大一点就整体来说舒服很多 这个就是大二十五方 直观上也不同 没错 是的 大二十五方又卖到多少钱呢 其实这个总价我们其实八五万左右都可以拿到 八五到八八万之间 因为两百万都不超就可以买到的税 其实和八一方的相差不是很大 相差不是很大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 这个和八一方的风格差不多 但是我们面积是放大了之后 这里是多了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茶室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做一个音乐室也可以 因为有些人喜欢弹琴的 因为有些人喜欢弹琴的 比较不想外界去干涉 就可以在那里了 这里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同样出到这里 和八方的风格一样 这里大一点 广一点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 有些客户做一个长者房的 因为长者就不需要爬楼梯上二楼了 所以长者早上在外面做一个运动也比较好 我们现在带大家上二楼看看 每个楼梯间都有一个通风和透光的位置 首先走进来就是一个大房 这个不用问 肯定是主人房 这个洗手台都做到是两个 大家互不干扰 不用争了 浴缸 淋浴房 包括我们一个如次的地方 都是一个独立空间 看看我们的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哇 够杀腹落 你真是想象不到 好 八一和一八三五 差二十方 只是大很多很多 你看看 米八的床 加上几乎一米五长的一个床头柜 两边还有空隙的 而且它的通道很大 再加上我们一个衣柜 衣柜内六十公分的深度 除此之外 还有这么阔落的空间 也有多大 另外它也配置了我们 在主人房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回这边 看下边就是我们的花园 今天就有我们的绿花工在裁剪 我们的花草树木 这里做得很好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维护 好 来看看还有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房间 这间可以说是小朋友房 也可以 同样都是一个套房 进来首先就是一个维生间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隧房 隧房其实很舒服 同样是几伏落地窗 完全看到我们外面的环境 好靓仔 好舒服 廖小姐和我们介绍过 包括我们的样板房 从110方的别墅 135平方的别墅 到200多的别墅 都和我们大家介绍过 对了 我们现在又选了一个点 大家看看 刚刚李律先生说 维路主查 近期很流行 我们就站在那里出税 先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异性 我们在那里总结一下 好啊 好啊 那你看回 现在我们整个项目 都是以别墅为主 是 你买的是一个纯别墅盘 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这个就是0.89的容积量 所以的话 你看看别墅 我们从100方到243方的建筑面積 这个总价我们是在100万 再到500万之间 比如说你买一套100方的一个别墅 就是带前庭后院 亦都带车位的 是 那你想是说 其实就是用住洋房的那个价钱 可以享受到住别墅 那你就大概是去到 你想想 如果100方 130万就可以买到别墅 或者很划算的 你除了可以自己住 其实除了你刚刚所说的 可以买洋房的价钱 可以买到一个别墅 没错了 不但只 我最欣赏它 是可以帮你装收 而且价钱不贵 是啊 在外面做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这个价格 如果是自己装也装不到这个卡币 是的 有大装修 又有毛批可以减的 是的 毛批就是减1700元一个方 那就看你自己 有些我不在乎 我不需要装修 我大把钱扔下去 我以我个人的风格去做 也不出奇 但是有很多 我不想这么麻烦 是啊 因为很商老很销老 没错 比看叠战片更惨 它和你装修完之后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风格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近这几年里面 我们推广一个 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中式的源林 没错 因为以前 在若干年前都比较喜欢欧式 其实欧式是没有中式文化的 港文化的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是的 那国人的丸子 大家都说 是不是 它有一定的一个文化在 并且有一样东西 就是以我们的建筑成本计 中式是贵很多的 是的 西式那些直批直上 做土型 没错 很简单的东西 包括这个源林绿化也好 整个整体的项目的规划也好 你看到我们的一个中式设计 它无论在任何方面来说 它比我们的西式设计 是很考心思的 大家看到我们的源林 和我们的屋顶 都有另一番 不同的一种风格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湾区之业 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